正所謂一年容易幼中秋 每年去到這個時間 半島酒店中菜部嘉倫流的奶黃月餅 總會成為全城爭奪的真品 曾經因為發售當日供不應求 還要出動警察幫忙調停,認真厲害 到底嘉倫流的奶黃月餅有何特別呢? 原來在1987年,半島酒店中菜部的葉永華師傅 就是把奶黃包改良成為奶黃月餅的始創人 老闆說這麼好,不如做奶黃又用西式的東西 去做月餅 皮變成牛奶蛋,麵粉這樣搓 像曲奇一樣 不過即使買不到嘉倫流月餅都不要緊 其實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奶黃月餅 好像這一盒就以蛋黃糕做賣點限量發售 他一盒就用了法國農場的全肢牛奶調劑奶黃 而且沒有添加化學成分和防腐劑 陳敏芝的餅店就加入了柚子,口味清新 老字號奇話月餅就將茶葉混入奶黃,茶香撲鼻 而有分研發奶黃月餅的葉潤發師傅坐陣的望月 就推出了Hello Kitty特別版 半島酒店精品部的月餅和嘉倫流共用同一個食譜 不過就採用機器製造 但兩者有什麼分別呢?不如聽葉師傅怎麼說 應該沒問題 很有意思 其實就 Origins是說真的 例文中的微跡 委員會 你看 特別好 你 感谢观看